好,守太阳小长睛 守太阳小长睛要求的穴位 少泽、后膝、养老、知证、天宗、全疗以及天宫 我们先来看一下经脉巡行 守太阳小长睛呢 是起于手的小指的外侧端 小指的外侧的 体表巡行是巡行于上肢外侧太阳在后 上寻到我们人体的肩关节绕行肩甲部 到达肩上以后呢 向上寻行到我们人体的颈部、面侠部 进入我们人体的目外字 目外字之后又相应的进入到了 你看耳前又进入到我们人体的耳中 体内相应的呢 它落心、寻烟、底位属小长 就是它到达了我们人体的心 到达我们人体的烟 到达我们人体的胃以及小长 这个烟呢要跟大家强调的是 它不是指的我们人体的咽喉 从肌脉寻心位置所在呢 古人更认为呢 它指的是我们人体的食管这一段啊 它落心然后向下沿着食管 到达我们人体的胃 到达我们人体的小长 那从面颊部呢 它分出的这个脂脉呢 会抵到我们人体的鼻 在鼻呢 旁呢 又到达了目内姿 在目内姿呢 接下一条筋脉 足太阳、膀胱筋 这条筋脉要重点记得就是 它从目外姿到了耳前 又到了耳中 也就是致目外字 筋脉寻心原文是说 致目外字转入耳中 同时呢 这条筋脉呢 又被称为是肩脉 因为你看它在肩甲部呢 有这样一个绕形 绕形肩甲部 有可能会问到你说 被称为肩脉的筋脉是哪一条 就是手太阳小肠筋 手太阳小肠筋 我们先来说 所有的阳筋都能治疗的病症 是不是神治病和热病 那它又上头了 可以治疗头面五官的疾病 哪些头面五官疾病 头痛、目翼、咽喉、肿痛 神治病、热病 不说了 经脉寻心部位的其他病症 像我们有项背的降痛 腰背痛 以及手指和肘臂乱痛等 好 手太阳小肠筋的第一个起始穴 叫做少泽穴 是这条筋的一个颈穴 它在我们手的小指 但是是在手的小指的末节的尺侧 在手的小指的末节 人饶侧的这个穴位呢 是手少阴心经的少冲穴 尺侧呢 是少泽穴 也就是小指上呢 有两个穴位 两个呢 都是颈穴 少泽穴呢 它擅长治疗 第一个病症就看到了 乳庸、乳少等乳肌 所以产后乳脂不够 产后缺乳的时候呢 我们想到的第一个穴位呢 就是少泽穴 它是一个通乳的药穴 好 这是要重点记忆 那颈穴可以治疗昆泥 热病等急症、热症 根据肌脉巡行呢 它可以治疗相应的头面五官科疾病 头痛、目逆、咽喉、肿痛等 头面五官科疾病 这是首太阳小肠经的一个主治概要 头面五官 后膝穴 后膝穴它的定位呢 是在我们手的内侧 第五长指关节 尺侧近端的这个赤白肉绩相交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五长指关节尺侧端 同时呢 是赤白肉绩相交的这个点 那我们的这个后膝呢 是两个特定穴 第一个呢 它是这条巾的一个书穴 另外第二个呢 它是八脉交汇穴 通到了我们人体的什么 落脉 那在治疗上面呢 我们的这个后膝穴呢 不但可以治疗 就是我们小肠经的病症 它相应的还可以治疗什么 落脉的病症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呢 头像降痛、腰背痛、手指 以及肘臂、蓝、鸾痛等痛症 那我们的这个后膝 竟然通到肚脉 所以它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 像这个腰背痛呢 就偏向于治疗动脉巡行 也就是我们的腰脊正中的 这部分的头痛 它是在巡行的路线上呢 擅长治疗各种痛症 大家要记忆一下 第二个呢 就是头面的病症 头面的哪种病呢 耳聋 还有就是目翅 以及神志病里面的颠狂弦 那我们的后膝还可以 特殊记忆的是要治疗 它可以治疗倒汗 以及我们的瘧疾啊 这两个特殊记 倒汗和瘧记 好 后膝通都脉 杨老穴 杨老穴的定位 在万倍横纹上呢 是一寸杨老穴 它在我们的齿骨头 饶侧的凹陷当中 先找到我们的这个齿骨头 找到这个齿骨头之后呢 它在这个饶侧的凹陷当中 那杨老穴呢 是守太阳小肠经的一个细穴啊 一个细穴 我们看它的第一个病症呢 叫做目视不明 杨老 大家看起来呢 就像是一个养生保歉的穴位 那其实从它这个名字上 我们就可以想到 人老了之后呢 有个最大的症状 一个词叫做老眼昏花 所以杨老穴呢 它擅长治疗的呢 是我们的目击 比如说目视不明 头痛 面痛 以及呢 在这个肩背肘 臂酸痛和急性腰痛等痛症 我们来看前面这个穴位 后膝 它也可以治疗的是什么痛症 那它强调的是 头像降痛 腰背痛 手指 以及肘壁卵痛 而我们的这个杨老穴呢 除了治疗我们的目视不明之外呢 它还可以治疗 肩背肘 臂酸痛 急性腰痛等痛症啊 二者都是可以治疗急性痛症的 因为我们的这个细血 阳经的细血呢 它本来就是治疗急性痛症的啊 用于急性止痛 所以这两点呢 我们要联系起来 好 知症 知症的位置呢 是在我们的小长经学心线上 万倍侧远端的横纹上呢 五寸 从我们的这个万倍横纹呢 到知症 这一段的骨度分寸呢 是五寸 同时呢 它是在齿骨的齿侧和齿侧万曲基件之间啊 这是我们的齿骨 它在齿骨的齿侧 这边还有一个齿侧万曲基 它在齿骨和齿侧万曲基件之间 这个血位呢 叫做知症 是一个落血 可以治疗头痛 像这样 肘壁 酸痛 第二个呢 就是热病 神治病 特殊记忆的是 它可以治疗这个油症啊 好 天宗穴 到了肩部 在肩胛区 肩胛岗的终点 我们可以找一下 肩胛岗的终点 然后和我们的这个肩胛下角的连线上 我们把这一段呢 分成三个等分 在上三分之一和下三分之二的焦点的凹陷处呢 集为我们的天宗穴 从整个这个天宗穴所处于的位置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它可以治疗是不是局部的病症 就是我们的肩胛疼痛 肩背部的损伤 局部病症 而它比较特殊的治疗作用呢 是它可以治疗的是乳庸 像这个乳房疾病的时候呢 我们经常会用到哨泽 会用到这个天宗穴配合起来一起使用啊 同时呢 它的在背部 在我们人体正面的时候 内应的呢 是不是就应该 在我们人体深层的内应的 是不是就应该是人体的什么肺脏 它可以治疗相应的气喘疾病 来看面部的全疗穴 全疗穴在面部 颧骨的下缘 你看这是一个颧骨 它在颧骨的下缘 同时呢 它有一个点 它是我们这个目外字直下 颧骨的下缘 目外字直下的凹陷当中 它近的是眼 所以主要呢 治疗的是我们面部的疾病 有哪些呢 口眼歪斜 眼瞼的轮动 以及齿痛 面痛 甲肿 以静止作用为主 面部 看听功 我们从名字就应该知道了 这个穴位呢 肯定是跟耳朵有关的 那它的位置上呢 应该是在耳朵的附近 具体在哪呢 在面部 在我们的这个耳平正中 从我们的下合骨 科状突之间的凹陷当中 一般来讲 这个穴位呢 我们可以张口取穴 当我们张口的时候呢 耳平前呢 就出现了这样的凹陷 而我们的这个听功呢 就在这个凹陷当中 好 那我们的听功穴主治 就是耳的疾病 耳鸣耳聋等等 因为它是近耳 同时呢 它有一个作用呢 它近齿 它可以治疗我们的齿痛 好 比较特殊的是 它可以治疗小肠筋的 神志病里面的癫狂 癫啊 可以治疗神志疾病 我们对守太阳小肠筋的穴位呢 做一个小结 哨泽穴在小指甲脚旁0.1寸 是在齿侧 我们的后膝穴呢 在第五长指关节 齿侧的近端啊 第五长指关节 养老穴是在我们的万恒纹上一寸 是持骨小头的这个 饶侧凹陷当中 而肢正呢 在小肠筋的寻心线上 是在我们的万倍恒纹上5寸 齿骨和齿侧腕曲肌腱之间 那我们对这几个穴位的主治色点呢 做一个小结 我们的少泽 后膝 养老呢 都可以治疗头面五官的病症 而后膝呢 更擅长治疗的是耳聋 目赤 以及它通都脉 还擅长治疗热病神志病 而我们的少泽穴呢 是颈穴 也可以治疗热病神志病 养老穴呢 它擅长治疗的是头痛和面痛 因为养老呢 是这条筋的一个细穴 那我们的细穴呢 就擅长的是急性的痛症 好 那在我们的这个 特殊治疗里面呢 少泽有个特点呢 就是可以治疗主防疾病 比如说少泽通五 后膝呢 是通向齐筋八脉里面的 都脉的一个穴位 它可以治疗我们的 头向降痛 腰背痛 手指疾 肘臂乱痛等痛症 也可以治疗痛症 我们在讲的时候呢 和这个养老呢 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对比 它比较特殊的地方呢 是可以治疗倒汗 以及瘧疾 而我们的养老穴呢 我们说了 它擅长治疗的是眼的疾病 年纪大了以后呢 会目视不明 所以它可以治疗目视不明 以及呢 痛症 那我们的肢症呢 除了治疗 头痛 像这样 然后这个肘壁 酸痛之外 有个特殊的治疗作用 治疗 油 油症 好 还有三个穴位 天宗 全疗和听宫 天宗是位于肩部的 在我们的这个 肩胛岗 肩胛岗中点和肩胛下降的连线上面 上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的焦点之处 它的治疗作用呢 以肩部的局部损伤为主 同时呢 它经常呢 和哨泽呀 配合起来使用 治疗乳庸 而它内应于可以认为是肺治疗 气喘的疾病 全疗在面部 物外自植下 全骨的下缘 治疗面部的疾病 局部治疗作用为主 听宫是在耳平与下颗骨刻状突之间 它擅长治疗 头面五官科疾病里面的齿病 同时我们听宫呢 可以治疗的就是小肠筋的神治病里面的烟狂弦 而它擅长治疗的就是局部病症耳鸣耳聋 耳鸡 马归为肌脉寻心病 手太阳小肠筋起于哪个穴位 位于小指的齿侧指夹角的少则穴 手太阳小肠筋的主治是什么 我们从这里首先能看到 手太阳太阳是在后的 我们的A侧头B前头 这肯定都是不对的 而我们的E肾病肺病 在我们的经外寻心里面没有体会到 那心病和胃病 小肠筋呢似乎和心呢 小肠筋呢 它的主治肝药里面也没有提到 它可以治疗心的病症 我们看一下这道题的答案就是B 头像耳目寻心部位 以及咽喉病热病和神治病 这个考的是一个手太阳小肠筋 联系的一个脏腹器官 就是它的经外寻心的一个特点 字幕外字转入耳中的经脉 是哪一条手太阳小肠筋 耳前有三条经脉 我跟大家可能在讲之前的课的时候说过了 耳前有三个经脉 分别是什么 胶小胆 三胶小肠 以及胆 而小肠筋循行的特点就是 字幕外字 却转到耳中 耳平前下颗骨刻状突后圆的穴位是哪一个 耳平前属于小肠筋的穴位呢 是听功五低 后膝穴是什么 是圆穴落穴八脉交汇穴输穴还是八汇穴 首先后膝穴是八脉交汇穴 但是它不是通向任脉 它应该是通向独脉 它也不是什么八汇穴 那它是落穴吗 手太阳小肠筋的落穴呢 是脂症 现在就剩下圆穴和疏穴了 阴金以疏代元 但是阳金呢 是另置一元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呢 应该是什么 疏穴 手太阳小肠筋的圆穴呢 不是后细穴 合体 你 请不吝点赞 不吝点赞 和调文 一 词 词